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今年夏季 杨子的热度达到了情所未有的高度 这几年 杨子的作品处于高产阶段 人气当属第一人 也是毫无质疑的 作为圈内公认的福星 杨子带红了不少男星 其中就有邓伦 李宪这两位新生代 而李宪最为火热 凭借这一部亲爱的 敬爱的 让他一下子从三线男演员 直接飙升到了一线当红小生 这样的跃升之度仅次于小燕子赵薇 杨子和李宪在剧中非常甜蜜 因为这样的爱情故事吸引了万千少女的共鸣 所以李宪才这么红 也才会被称之为国民男友 但很多的人都希望杨子和李宪在一起 剧中居然能够那么甜蜜 那么现实中也同样会如此 因为太甜蜜 所以杨子和李宪的绯闻不断 在近日有一则爆料引起大家的关注 据爆料称 有工作人员透露出 李宪和杨子其实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从当时相密的热播 而杨子和邓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这是不是说明了些什么呢 回看一下 之前杨子和邓伦合作时一直保持着距离 很少有绯闻 而这一次跟李宪合作 却一直都是有恋情的消息 两人的绯闻甚至传到了秘密领证了 很多圈内的好友都私底下纷纷表示猪猪 更有些真爱粉更是批出了两人领证的图片 看到网友对于关于两人恋情如此高涨 杨子也按耐不住 终于还是做出了回应 但他的回应让粉丝哭笑不得 他接受采访时回应道 李宪 你自己看着办 哈哈 杨子这一波甩锅很到位 估计李宪也不知道如何回应吧 哈哈 果然是一对小情侣 在文章正题之前 我想先说点关于自己的琐事 由于叶秋晨近期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所以面临许多之前意想不到的境况 自然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追剧写文 短篇多上且困难非常 长篇更是完全无法驾驭了 因此才把请回答1988的 20集剧评割制了这么久 其实将近三分之二的文字都已经写好 但始终没有整块的时间用来整理 虽然我心里知道自己肯定会完成这个系列剧评 但确实无法保证最后一集的更新时间 只能说前面的19集都已经坚持下来了 20集一定一定会来 之所以抽空码了以下这些字 是因为如果再不更新 那自媒体的账号恐怕就要被冷冻了 在自己彻底回归之前 还是要维持最低要求的热度才行 无奈之下才在手机上写完了这一篇杂文 刚刚唠叨的这些话也算是不能再实在的心里话了 之前因为杨子和李线主演的《秘之顿鱿鱼》 鱿鱿鱼去看了小说 所以更喜欢这个名字 别称叫亲爱的热爱的 故此在短视频平台上看了很多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相关片段 也把大结局完整看了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李童演的《爱情在一个活动现场帮小男孩答题》那一段 接着是《花样繁多》的各类吻戏 最后是杨子和李线客串出现的大结局 这类爱情偶像剧其实拍到铁厚厚的就算及格 观看的目标全体不一样 制作时自然要因人而异 因地制宜 你肯定不会把《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与什么全谋类的高分剧作比较 因为那不属于同一领域 细究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很多观众可能都是冲着 亲爱的热爱的姊妹 偏这个标签去追剧的 所以若是拿来比较的话 《我的时代你的时代》 只要与情者相差不多就算成功 多半分数来看 杨子和李线那部是6.6分 李怡同和胡天一这部是6.3分 基本维持了应有的水准 喜欢这种甜剧的朋友们去看 自然不会太失望 若不是这类型的爱好者去看了觉得无聊 也是自讨没趣 点个叉叉 退出来便罢 坦白讲 叶秋成不是很喜欢他们把大背景更换这个做法 当然我也明白这属于无奈之举 本来前面那一部就放弃了小说里的电竞概念 但好在仍然做电脑前面操作 而且只要核心是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所以并不违和 这次明明是姊妹片 却把这个行业换成了机器人大赛 虽然符合了主流 但似乎也少了许多熟悉的味道 另外有很多人诟病的是女主换人 明明吴白的饰演者吴一天还是男主 却把王真儿这个原版爱情给剃掉了 这一点上我觉得剧方做的没毛病 王真儿演技没得说 当初唐杰探案网剧第一单元里就很惊艳 其余的作品里也都发挥出色 只不过它不太适合偶像剧女主这个定位 长相甜美一些的李一彤 自然是比王真儿更合适的存在 最后讲讲大结局 算是给了一个最合适的happy ending 李子和李献回来客串很带感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两部中的两对CP一起搞婚礼 这个皆大欢喜的操作并不意外 不过叶秋晨觉得最有趣的设计和安排就是 童年在顿王花竹夜当天 穿着婚纱还不忘在床上拿电脑改改论文 这人设与当初在亲爱的里面如出一辙 瞬间就把曾经追剧的感觉找回来了 太逗了 这个小细节是为了与之前他在剧中的性格相呼应 虽然喜欢帅哥为人单纯善良又可爱 但童年依然是那个爱学习的妹子 那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给韩商严他们搞小训练软件什么的 转眼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时间真是不禁混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